大家好,今天介绍一个能够简化搜寻功能的外挂 它的名称叫做OmniSearch 只要安装并且启用这个外挂以后 就能够使用对话窗的方法来搜寻需要的文字 主要OmniSearch它是做全文检索的一个搜寻 因此在系统的搜寻功能里面的Path Tag Line 等等加强的这一些选项就没有办法使用 它就是专门来做全文检索的一个搜寻的功能 我先来操作一遍给大家看 只要绑定了快捷键以后 就可以很快的开启它的视窗 同时输入你要寻找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要找Data View 它就会把档名里面有Data View的 或者是内容里面有Data View的 这些资料全部都给显示出来 显示出来的时候 它也可以直接把它的里面的内容 有出现搜寻的关键字的部分内容 也呈现在搜寻的这一个方框里面 这样可以方便我们直接就做展示 可以很快的找到需要的这个内容 比如说我这个Home Page里面 有四个符合Data View的出现这个字串的位置 可以直接按下Tab键 它就可以把刚刚这个笔记里面符合的内容 又呈现出来 这样子就可以直接看刚刚选择笔记里面的这一篇内容 如果再按一次Tab 又可以移回刚刚的档案的清单 那这些按键 其实我们都可以不用记 因为它最下面其实都有显示出来 刚刚这个Tab 就是这一个 Switch to In File Search 就是在档案里面的搜寻 另外如果你不想要出现摘要的内容的话 在这边它有显示 你可以按一下Ctrl H 就可以把它给关闭 按一下Ctrl H 它就会变成是只有档案的形式 它的摘要的内容就不会显示出来 如果你想要把它的内容给开机起来 它也有几个方法 直接按Enter的话 就可以直接把它开启起来 按下Ctrl Enter的话 它就会开启在新的面板里面 看这个OBS26 我按下Ctrl Enter 它其实是会开启在新的分页里面 它这个讯息显示的不是非常的正确 再一次开启它的查询视窗的时候 它会保留上一次最后的查询的内容 如果刚刚找到的内容开启一篇 那不是那一篇的内容的话 我们可以接着再看下一篇 是不是我要找的内容 这样子就可以找到符合需要查询的内容 但是要请大家注意的就是说 目前Omniseach对于中文的资源还是比较有限 比如说我们现在来找一个闪卡 这是它找到的内容 但是如果用系统标准的搜寻来做查询的话 我们现在到这边在这个地方做查询 我把闪卡贴进来 可以看到它就会出现了 比如刚刚在这一边更多的内容 在这边只有5篇内容 可是在这边事实上有更多的内容 我们可以点击搜寻右边的这一个复制的图示 它会呈现出复制结果的内容出来 在这边有15笔 事实上会比使用Omniseach出现的这几笔还来得多 我这边的闪卡只有5笔 可是我这边有15笔 然后要请大家注意的是在设定里面 在Omniseach的设定里面 我们进入选项 我发现这个Simple Research 如果你没有把它给开启起来的话 它搜寻到的内容其实是会更不精准 我是指中文的部分 那英文当然就没有这个问题 再把闪卡进来 你看它只找到了一篇 所以如果你会使用中文来做搜寻的话 请记得Omniseach的Simple Research 记得把它开启起来 这样子找到中文的正确的机会比较高 在中文的段词 似乎还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 因此 经常需要使用中文的时候 记得还是使用系统的功能 再来做一次验证 这样会比较正确一点 另外 因为它显示出来的这个内容 把内容给显示出来 它显示出来这个格式 不是像我萤幕上看到的这样子 我这边是G书列跟O书列 有用不同的颜色 然后当我游标移过的时候 外框也有不同颜色 还有我符合的数字 也是通通集中在最右边 那这一些都是需要大家 自己再去用CSS片段 自己再来做调整的 我在解说文章里面 有把这个CSS片段附在上面 各位可以把它复制回去 加在自己的CSS片段里面 这样子到时候 你的这个查询的内容 呈现的样子 就会像是我这边 呈现的这个样子 会稍微美观一点 今天就是介绍这个OmniSearch给大家 希望这个外挂在将来 对于中文段词的资源 能够更加的正确 今天就介绍到这边 如果你觉得我的介绍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记得订阅按赞并且分享 谢谢各位